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美国股市在今年以来气势如虹 不过现在要出现反转了吗 有分析是说美股现在面临到总共有三大威胁 包括美元的走强美债殖利率的攀升 还有就是国际油价的上涨 这可能会进一步侵蚀到美股从2003年 也就是今年初以来的涨幅 在9月恐怕会迎来连续两个月下跌的一个局面 而连准会降息的预期 是目前股市跟债券市场的主要支柱 如果说到时候通膨是高于市场的预期 连准会再升息的话 那么股市很可能就会出现抛售的情况 而另外中国大陆为了要发展电动车 寄出了补贴压低价格 所以现在欧盟是宣布要对中国外销的电动车 现在要展开一个反补贴的调查 而且也说中国电动车的这个价格 因为庞大政府的补贴而压低 必须要捍卫自己 不用受到这个公平贸易行为的一个侵害 不过这样一个做法 现在也引发了欧洲汽车业者 他们开始有人是持反对的声浪 很可能因为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招来中国大陆的一个暴富 所以在整个电动车展业 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金周刊顾问林鸿文 大家好 残经专家有庭浩 晚安 资深分析师谢晨彦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王兆丽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庭浩 我们看到美国公布了最新的CPI 刚刚去年比的话是上升了3.7% 这是比市场预期的要高一点点 但如果说我们从月增率来看的话 似乎这个上升的速度就非常的快 所以可以说这个通膨还是很顽固吗 没错 我们基本上从同比角度来看 其实已经连续两个月上行了 六月份的同比角度比五月份高 而我们看到整体七八月 也在一个显著的上行区间 我们真正要值得观察流域的方向 其实是属于月增率的部分 因为即便我们观察到六月份 七月份 月增率还在增加 但顶多也是0.2%左右的速度在增长 但这一次所公布出来的CPI 现在的月增率是高达0.6% 也就是说本来我们看到通膨 至少现在在3%多 相对于去年的确取还了不少 可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六月份的物价比五月份贵 七月份又比六月份贵 而现在八月份的物价 上行速度又比七月份贵非常多 0.6% 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市场的通膨 感觉短期的底部已经见到了 而且我们都很清楚 这通膨有它的激期效果 我们之所以看到第三季通膨下行力度 来得这么快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去年的通膨它的高点 刚好就在三季度 那如果四季度去年通膨已经下来了 这个时候按照激期角度而言 我们同比下滑的幅度 可能就不会这么快了 那现在本轮我们观察到 在八月份的CPI 显著跳升的原因 主要还是集中在油价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核心通膨的部分 老实说是4.3% 它是比前值的4.7%还要来得低 而且是符合预测值的 就代表在核心服务商品部门当中 其实并没有超出意外太多 那简而言之 本轮就是由油价所带动的 好啦 那如果真的每个月都是以0.2到0.6% 左右的月增率 不断的上行的话 那最终我们就会观察到 可能通膨短期的底部就见到了 我们如果每个月用0.2%左右的月增幅 持续来看的话 那基本上9月10月通膨就会上完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有可能 看到短期的底部 第四季通膨会越来越高 一直到明年一季度 及其效果才会重新发挥它的原因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这一波油价上涨有两种角度 一种市场会认为 可能是需求型通膨所带动的 如果经济好 互利好转 油价涨好像也没有那么有关系 但问题就在于 这一波中国的复苏 其实是乏力的 对于原油的需求量 没有来得这么大 那是什么原因 导致原油价格上涨呢 很明显是供给端出了一些问题 这一波我们可以观察到 尤其在中东地区OPEC 整体减产力度不断在加大当中 你看当时二二年的三季度左右 由于不断的增产 所以整个原油价格的阻跌段 在去年中旬是有所发生的 可是我们观察到 今年一季度到二季度开始 减产的幅度 就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来得快 现在预估每天减产一百万桶 一路减产到十二月 这对于原油价格的供给面 有急速收缩 所以这一波通膨的上弯 基本上有很大因素 是要归结给中东 归结给沙古地阿拉伯 那加上市场的情绪的传导 在这两个月突然开始加大 我们可以观察到原油期货的多单 我们看到CFTC 最近所统计的多单量 在今年五月份以来 开始显著的上弯 已经达到去年六月份的水平 也就是说这么多人突然在同时进行 原油期货的做多 短期内就有点炒作的空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 联准会现在最大的敌人 一个是中东 就是他的减产 老实说他生不生息 跟中东已经没关系了 因为现在联准会 就算他想要生息抗通膨 都不一定能够达成他的效果 因为现在他的生息 他没办法抑制到需求 需求已经没有这么好了 现在的重点在于 你生不生息 跟中东减不减产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行政部门的介入 也就是拜登能不能介入 能不能影响 那第二点 联准会要做的事情 是要立即打消市场 对于通膨资产的做多心态 也就是我要把你认为 物价会越来越高 这件事情的情绪 完全给打消 好 不过挺好 我们说到这个国际油价在走 刚刚其他的大宗商品 同样会影响到通膨的 其他的因素 OK 那现在市场 当然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短期内通膨 可能下不去 但他会一路上行到前高吗 这是两种概念 一个是很难下得去 一个是他要重新拐头上弯了 那我个人认为 目前有停滞性通膨的可能性 仍然不高 为什么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纵观整个大宗资产的 涨价幅度来看 老实说 仅仅只有能源资产价格在上涨 我们以汽油期货价格来做观察 老实说 最近已经攀升到年限以上 的确 它是有一股蛮明显的共识力 正在推升 可是它是来自于 中东减产的影响 我们看其他的软性商品 或者大宗资产 表现就没这么好 比如说我们以同期货价格来看 铜 我们叫做铜博士 是全球电动车的重要的贵金属原物料 目前是正在年限下方在盘旋的 也就是说它走势没这么强劲 如果是以木材价格 你看这波回涨幅度多大 目前还在频频破底当中 农业部分的小麦期货价格 跌幅也很大 对 也就是说你说现在是不是有那种 重新挑战回前波高点的 通膨的那种感觉 我认为是没有发生的 它仅仅是因为 目前原油供给商 原油的制造商 目前大幅减展 所造成短期油价的波动 这是属于政治的范畴 我们要看行政部门如何做协调 反而各位如果观察到 最近的核心商品部门 叠价速度是不断在加快当中的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 线上的购物平台 其实价格下调幅度 已经非常显著了 我们以指标股来看 用Adobe Adobe在线上常常进行它的贩卖 目前叠价效果是多少 是3.8% 也就是说人家是通膨 我们现在看总通膨 还有大概3%多左右 这个是相对于去年 还有多3%的增长 Adobe的部分 是直接相对于去年 叠价跌了3% 如果我们纵观整个 电脑3C产品而言的话 电脑叠价幅度大概是 一成是左右 如果是普通3C产品 叠价幅度大概是一成 如果像是家电类 洗衣机这一类 跌幅大概是8% 也就是说 现在商品部门 其实还在叠价当中 是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撇开油价不看 通膨应该还是在持续下行当中的 那至于油价这件事情 能不能靠联准会来解决 我认为是无法的 为什么 因为联准会 他的利率政策的变化 他只能影响市场的需求 利率升高需求减少 利率降低需求增加 但是你利率升高降低 他对于中东要不要减产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中东有他自己的政治上的考量 我们要看一下到手行政部门的介入了 所以美国的部分 就相对比较单纯 感觉这一波 这个感觉通膨又上来了 完全就是因为 国际油价走深的一个推动 不过在欧洲 感觉他们现在是 比较陷入两难的情况 一方面他们的通膨 真的是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经济又在恶化当中 所以到底 接下来这个利率决策 就非常重要 欧洲央行面临的难关 甚至比联准会还来得大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我们可以观察到 联准会你说 虽然现在通膨 有一点旧而复然的感觉 但他至少已经达成了 阶段性的任务 也就是目前 联准会的联邦基准利率 是比通膨还要高了 接近2% 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 联准会的基准利率 大概在5.5% 你放到银行利息 就能够拿这么多 那通膨3%多 你自然而然就能够 跑赢通膨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 欧元区的通膨率 还在借在4%到5%左右 而欧元区的基准利率 目前是4.25% 換句话说 目前整个欧元区 他的实质薪資 还没有完全翻证 所以这一次 欧洲央行的总裁 拉加德就特别提到了 欧洲很明显 目前经济动能 正在往向走 而且通膨仍然居高不下 所以我们基本上 很难直接去判定 欧洲央行 今年还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整个欧元区 在各国展望的部分 整个2023年德国预估会衰退0.4% 就进入到经济衰退格局了 西班牙还有2.2%左右的增长 法国有1% 意大利荷兰 大概有0.9和0.5% 整个欧元区预估 还会正增长在0.8% 可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 现在德国是怎么样 经济衰退就算了 就算我们撇开 其他国家不看 德国 我们就只看德国 他应该升还是降 照他的经济程度而言 他应该要有降级的空间 对吧 因为衰退了 可是你看他的通膨 2023年的平均通膨率是6.4% 他是所有欧元区国家当中 表现又来得最高的 你看西班牙才3.6% 法国才5.6% 意大利5.9% 荷兰4.7% 你说他怎么会同时面临着 经济表现最差 但是通货膨胀最高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德国是全球的绿能环保大国 他基本上在过去两年所遭受的 能源资产价格 食品价格的冲击力度 远远比其他国家来得大 尤其德国即便在今年这种很明显的景气走平年 而且高通膨年 他仍然选择把最后的三座核电厂给废除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德国在近期的进口电量 反而持续的在崇高当中 受惠的是谁 就法国 很多核电开始进口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这种迹象底下导致了德国目前所面临的处境 非常非常难抉择 让ECB也不确定到底是升息好还是降息好 尤其如果你说 如果我们的实质薪资已经翻证了 那我可能说 那我可以不用那么强劲升息了 为什么 因为我至少我的薪资增长跑过通膨 我的购买力还在增大当中 但问题在于德国的实质薪资 目前还是趋近于零 你就说升息已经升那么久 经济已经这么差劲了 但到目前为止 你的薪资跟通膨 都没有提升 涨幅居然差不多 那我们讲到说德国的出口 又大幅度的依赖中国市场 我们在整个中国进口名单当中 在德国在欧元区当中 是名列前茅的 不管是属于商品出口 还是服务出口 比例都非常非常的高 远远大于荷兰法国 美国 在这种状态底下 欧洲央行老实说 就面临到进退两难的处境了 好 刚停号代我们看到 是在欧洲央行 目前是陷入了两难的情况 一方面 通膨的部分还是很高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担心 这个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的部分 现在经济是面临到衰退 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 德国的经济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 MF就说 在去年全球的这个债务 占GDP的比重 其实是连续第二年在下滑的 但特别留意到 最重要的是 在中国的债务比例 却是在上升的 所以我们要警教陈彦 现在中国的债务比 还是非常的高 居高不下 那么很多民众 花钱都要想老半天 甚至还出现了 这个名词叫做平替消费 好 就这几年来看 MF这个报告 其实点出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趋势的一个差异性 就是中国的债务的比率 是持续的在攀升 你看2021年是265 升到272 其实如果我们就一个 比较长期的趋势来看 不管是公共债务也好 私人债务也好 实际上对比全球美国跟中国 这三个数字来看 实际上从图形上 中国的部分都是持续在增加 你说会不会全球的趋势 就是这样 可是全球债务比率238 是比2021年的248 2020年的258还低 我们从图形上面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不只全球债务 美国的债务的部分 也都是在下滑 你看美国是由284 降到274 所以这个看起来 不是全球的问题 而是中国自己 本身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节目也谈很多 就在城投债的部分 这个问题不可能不解决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雷 而且那个雷 就是在那个地方 你也看得到 那你不踩 不踩不代表它不会爆 所以现在 中国各级政府的债务 已经高达92兆人民币的情况下 占的经济产出是76% 你看相对于2019年62% 这个数字是成长很惊人 可是这个成长不值得高兴 因为它会产生后面 一连串的一个金融的危机 所以现在所谓的融资平台 就我们所谓的城投公司 现在他们开始去做 比较严格的审查 就是要去解决地方政府 隐性债务的问题 你要坦白讲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 顶多只能止血 也就是说 你不能再发新的债 你要发新的债 我们必须透过严格的审核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财务来源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 解决目前的债务问题 当然我们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 反映出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平替消费 这个名词其实不难理解 叫做平价替代 因为四个字不好下重音 我们就譬如说平地 他们叫做尼克 耐克就是Nike 平地自行车 什么意思 就我要做任何的消费 我会去找找看 有没有比较便宜的替代品 那这个跟我的个性 其实蛮像的 我要做什么我都会去找 同样的东西 我有去想 比如说我要买一个包包 我哪里有比较便宜 同样的东西 我要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评价那么高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式 去取得类似这样 那你看这样的情况 已经整个蔓延开 你看上周这一次特别报导 小红书上面 在讨论平地195万篇 195万篇 然后你去看瑞幸咖啡 9.9这便宜吧 这没什么 库迪咖啡8.8 也就是说 一杯子要8块8 你要降 我降得比你更凶 我觉得这个是最夸张 我也可以体验的 感受的是这个 阿里巴巴的实体超市 8点一到 突然之间大家就冲进去 为什么要冲进去 因为要买那个 就快要过期的 晚上8点有一些像集体 你说丢掉是不是很浪费 打折 蔬菜 肉 那所以现在连抖音上面 也有这种直播连结 就说 你怎么样可以买到 比Costco还便宜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仔细发现 就是女生都很喜欢做美甲 對不對 你看一下 来 这个 为了今天的节目 我必须 不好意思让各位看到 我的另一面 真的 她们一直问我 我真的不好意思承认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你真的去店裡做的吗 这个不得了 这个 不过那个美甲师 技术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如果她万一工作 撑不下去的时候 不妨考虑一下 对不对 而且你看我今天做 特別为了你做这个颜色 你看看 跟你的服装完全搭配 要不然你每次都说 没有跟你搭配好 对不对 然后我在你的心里面的地位 越来越降低了 你看看 但是为什么 我要特别谈美甲 实际上不只 就是做美甲的比率 真的很高 你看中国35.8的消费者 一年做4到6次美甲 So what 22.7的人做7到9次 10次以上有18.5 然后高端美甲 但是消费要三千人民币 一万多块台币 没胜 而且你看 我这个还只是一个颜色 你知道有的还要相赚的 对 而且还要画东西的 有的还会在上面画 画图案的相赚的 所以你看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 做了美甲以后说 不敢洗头 真的像我刚才都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连要擦眼镜 我都不知道手要怎么弄 但是现在因为消费降级 我们在讲平地 我又没有什么方式 一样可以做美甲 很简单 但是不用花那么多钱 对 很多人开始在家做美甲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 因为有人去做了一个试算 指甲你不会只做一个 做一定要做全部 做十字手指 做十字手指 你看你手一打开 每一支都有特殊的造型 十个指甲 他们换算成平方 平方厘米 就是十个 十平方厘米的话 是三十块 如果换算成一平方米 要三十万 突然大家觉得说 做指甲比房子还贵 这个不对吧 这个逻辑很好 所以大家开始在家里做美甲 或上拼多多 买那个上灶灯 甲油 因为光疗 光疗那个指甲油 要灶灯才会干 刚才在那边等半天都不会干 你要光一下子就干了 然后再贴賺的话 其实不到一百块钱 好 不止这样 不好意思 我今天也带了我的 刚才他很乖 我的狗狗叫浩浩 不好意思 对 平常我跟他之间感情非常好 但是至少你看 他都不会叫 不会嗨 而且很乖 都不会跟我硬吹硬鸡 那我们把它放在这 这个很抒压 怎么会这样 它是什么 宠物狗 它是宠物狗 它是宠物狗 对对 紫和狗 现在在中国的大学生 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宠物狗 而且像我这个 还是比较简单版的 有的他会做整只的 而且他会摆在房间门口 他出去的时候 让他看门 这只就是你的嘛 对 可是歹徒进来的时候 看到那个宠物狗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不会叫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而且他们还真的会 给他穿衣服做配飾 取名字 像你看我这一只浩浩 对不对 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个 很可爱的一个表情 然后也跟同学交流 我等一下录完影 我还得带 我还得去遛狗 我还得去遛狗 那你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紫和狗 不用花钱 我又想要有自己的宠物 我要跟同学们交流 对不对 我又需要有人陪伴 不用买狗粮 而且我需要有人跟他对话 你最近 对不对 你笑话有点冷 之类的情况下 你总是要有一个人陪伴 可是这反映的是什么 还是一个经济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 真的负担起去 勸扬一只真正的宠物狗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一次 蘋果手机的销售的数字 的预估不好 从他发表会开始股价 就一直修正 即便美股大涨 其他科技股在涨 他还是跌 不过你刚刚讲到平T 但是他们在最近 很夯卖得很好的华为手机 他价格也不便宜 对 但是我们得先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iPhone15 过去在中国的销售数字 真的很好 那这一次 这个外资的报告当中 确实也还是提到了 中国面临经济不确定性 所以手机的数字销售的 预估的一个下滑 禁止政府单位 国有企业使用iPhone 可是这中间的影响 大概只有50万部 我觉得真正影响 应该还是华为的Mate60 但是你要去想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平T 那是华为卖得很便宜吗 不然为什么 他可以取代苹果的手机 可是实际上 目前官方的定价 Mate60的系列 实际上 你能够快速拿到的可能性很低 基本上你排队 甚至你在很多第三方的管道 都要加价 而且加价以后 还在加价才买得到 对 而且加价以后 我们以这个Mate60 Pro 12GB 这个GB Plus 512GB 512的 黑色的这个 9200人民币 你看4万多 iPhone15 Pro 256GB 是多少 8999 那没有比较便宜 没有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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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季节 确实是手机招工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常常在讲 富士康他不是还到交流道 反工费什么 可是这一次很有趣 蘋果跟华为 对不对 你知道吗 华为每小时工资是26 给出来 就是你要做华为手机 可是苹果是21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所以华为的小时工的实际 还是比 钱比较多 代表我 华为比较缺人 所以我希望招到更多人来 满足我的产线的产量 他比较缺人就是因为 他的需求比较高 需求比较高 而且最近确实华为 本来跟小米之间的 这个专利权的官司 现在也达成了专利交叉授权 也看得出来 华为为了5G这个市场的一个发展 也开始很努力 当然华为能不能重新带起 另外一股消费力 值得观察 好 刚才先到我们看到 是华为的这个新手机 现在是颇有王者回归 这样的一个架式 那么包括他的这个售价 甚至卖的也不会比 苹果手机来的便宜 我们说到华为的手机 来看到这一位 就是前台积电的副总 现在是青大半导体学院的院长 林本坚 他在这次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这个华为最新的手机 他目前的这个良率 预估已经从原本的15% 提升到50%了 不过要请教洪文哥 50%的话 感觉上还是有待加强 是我想这个林本坚来评这件事情 我想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芯做这个手机晶片的人 就是梁梦松 那就是以前的台积的研发六七四 那林本坚也是 所以他们以前共识过 所以林本坚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然大家会很仔细的听 那他的意思当然就是说 他已经把它从15%提升到50%了 那当然50%其实是用DUV的机台去做的 是用比较旧的机台去把它減出来 不是用DUV 对 所以他的这个良率 他的成本应该都没有那么好 因为过去台积电也曾经做过这个 那但是后来台积电当然是 很快的用更先进的机台去做 那我想林本坚他其实还讲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其实觉得这个打压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禁止 其实中国想办法还是会做出来的 那所以他觉得这个禁止的影响 其实是有限的 那另外我其实我帮大家找出 这个中国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 叫吴敬莲 那他曾经就讲过一次 就是讲到就是说 中国如果不惜一切代价 去发展这个芯片产业 那他觉得这个 这个会是非常危险的 那我为什么把这段话拿出来讲 因为这不是他最近讲的 这也是几年前讲的 但是非常符合现在的情况 刚刚我们在讲就是说 华为这个中心的晶片 他事实上他是不会赚钱 以现在的良率 但是他做的其实是一个商业产品 手机是绝对是很商业的产品 他不可能为了说我要宣称 我有做出来的能力 所以我用赔钱 一直赔钱去支撑 这样的一个梦 那就是说吴敬莲先生 他在讲这句话 其实就是很 我觉得是非常符合 我们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你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它做出来 可是其实他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不是军工产品 他是消费产品 他不是像以前 那个吴敬莲先生他就提到 不像以前 中国发展两弹一星 两弹一星 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 飞弹 核弹跟人造卫星 那这个都是军工产品 那过去中国发展这个两弹一星 他当然是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把它发展出来 但是现在你做的是商业用的 民生用的这些产品 他就必须要赚钱的 你不赚钱 你是做越多是亏越多 亏越多 那所以就是说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 有人就说 他中芯技术进展好快 比联电比革芯都要厉害 因为第二集的企业 就是他们三家 第一集的台积 Intel跟三星 第二集你这样讲 这样讲好像对 好像其实也不对 没说他做出7nm了 可是他不赚钱 你说联电跟三星 他们可能也可以用旧的机台 这个比较 没有那么先进的机台 去做7nm 可是这个不赚钱的生意 他们不做 因为他们也要给股东 好的投资回报 中国刚刚讲不惜一切 砸钱砸下去 结果就有一堆人 是来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补贴 然后就来搞了一堆计划 结果就变成烂尾楼 然后就变成一堆 可能都不是那么优秀的人才 可能乱七八糟的人马 就进来做了 结果劣币驱逐良币 把那个好的人才 好的人才就看不出来 只有很少数的一些公司 大部分都变烂尾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如果现在来 用吴静年现在来的说法 来看这个华为跟中芯 这个5G手机 我觉得这个是很符合 现在这个情况的 好不过要再请教洪文哥 在半导体在过去大家说有摩尔定律 不过现在摩尔定律 似乎已经是走向了这个极限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他有特别在半导体展演讲的时候 就说到了细光子技术的进度 那么也因为他提到的细光子 就引发了这个大家的一个讨论 我们说到这个细光子 它现在为什么会被视为是 我们说在发展新一代半导体 比较突破性技术这样的一个重要关键 是 我想上礼拜那个半导体展 我也就在那边听 我听了 我觉得 我觉得刘德英总长 他讲了蛮多很重要的讯息 刚刚讲到就是说细光子 我觉得他是整个的说法是这样 就是说他不是都一直在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们 我们现在还在那个隧道的里面 然后隧道里面比较暗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前面有微微的亮光 我们快要走出隧道了 然后我们快要重见光明了 那我觉得他在讲这个东西 当然有 我觉得有两个意思 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现在景气还是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可能还在景气的 这个我们说库存 还在打消库存 消库存的过程 那这个 但是我们快看到景气要复苏了 那个亮光快出现 那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 他在讲 就是说AI带来的冲击跟影响 那过去就是我们在隧道里面 我们一直在讲那个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 就是你要一直把那个萎缩 把那个IC的那个线 线一直萎缩 那萎缩萎缩 其实萎缩到其实已经三奈米 两奈米 这个已经是有点辛苦了 要推也推不太下去了 但是呢 他在讲 你当当你到了隧道口之后 当你AI带来了很多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AI 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要想去想什么 TOWAS有封装 我们要去想办法去把它做出来 我们要把它做3D IC 所以你看他讲那个细光子 就是说过去我们不是想基底电路 现在是机体光路 那因为光的传输速度非常快 那你如果能够把光的这些特性 放到你的这个IC的一些新的创新的部分 那你的机会就更增加了 那我一直在讲 就是说 台湾以前做光电的都很惨 你知道吗 台湾做面板 做有一滴都太阳能的 都很惨 那个获利都很不好 可是你现在如果说半导体 也要把光电的人才技术 把它纳进来 那这个就有帮助了 这个对这些人才的发展就有机会 所以AI发展现在有半导体的技术 才可以实现 所以你如果去看AI AI跟半导体的发展 其实是息息相关 我们看那个以前IBM不是有一个生蓝 生蓝技术 然后这个下那个西洋棋 就赢过那个人类的那个冠军 那时候的那个生蓝的超级电脑 它靠的就是0.13微米 那个已经大概20年前了 那深度神经网路的那个初始图像的辨识 是到45奈米 那AlphaGo是28奈米 现在的Chair GBT 已经5奈米跟4奈米 对所以就说AI的技术的发展 其实跟半导体也是息息相关的 只是现在再走下去 还要有把细光子 还要把封装等等的这些技术都整合进来 所以我们走到隧道出口 我们看到光明 这个这个未来的前景是非常明亮的 好洪文哥但我们看到 因为有AI的关系 未来半导体的发展是充满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好不过我们说到台积电的部分 现在除了要发展细光子之外 他们也砸了将近1亿美元 那么现在来认购安某的这个股票 我们看到安某首次的这个IPO 是写下今年最大IPO的记录 那么预定从14号开始就可以在纳斯达克 开始来交易了 我们要请教赵丽 那么以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如果说这个安某挂牌的话 台湾有相关的这个概念股可以做留意吗 对 没错 我想安某的部分 其实现在挂牌 当然多空看法还是非常的一个分歧 看很多人最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他的股东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NVIDIA 台积电 三宋 这个不够大吗 这个都很大 就是这些名字叫出来 大家都觉得这档股票 应该挂完牌之后应该会飙 这么 第二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因为新挂牌的时候 其实筹码相对上来讲比较安定 大家会觉得有蜜月行情 就像台股一样 你一挂牌基本上来讲 就是往上涨的机会大 所以大家认为 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是这样子 可是重点来的 他还是有负面的消息 为什么 第一个来讲的话 其实你假如说 就他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其实安某的部分 其实他最主要还是在手机 CPU的一个部分 他的一个IP 他手机的部分来讲 大家也知道 现在手机真的不是太好了 他的市占率有多高你知道吗 大概99% 你不管是苹果的手机 或者三宋的手机 你要用到设计的部分 很多都是要用 你观察一下 我是个人觉得 有可能没有这么的一个乐观 因为本益比的关系 当然你可以看到 其实像今天收盘的NVIDIA AMD 其实这些的股票也涨 这两天台湾的IC设系 比如说IP的股票也涨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觉得 好像会是比较正面的 所以资金就先进去了 万一今天AMD的股价 真的没有大涨的话 相对上来讲 就会有压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IP的股票 四星算相对上来讲 这一阵子比较强的 股价是再创历史的新高 他的EPS上半年18.25 去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用红色的 这个就是比同期去年 是成长的 你用50块好了 估的EPS 你看一下50块本益比几倍 50几倍 你比NVIDIA的本益比还来得高 你觉得你上涨的空间会很大吗 我觉得还好 好 来 你信华的部分 另外的 投信的部分 他已经持有15%占股权 所以我的意思说 投信在加码的力道 相对上来讲会比较少 反而会有一点点恐怖平衡 因为万一记底要结账 有的人砍出来 信华的部分 最近这一个月才加码 普瑞的部分也是一样 当然这个跟IP 比较没有关系 可是最近这一个月 投信真正在买的是 这两档股票 最近这两个礼拜 其实你去看IC设计的股票 信华跟普瑞KY 其实真的这两档涨得非常多 好 重点来了 为什么之前会跌很多 你看这个是去年的 这个是今年的EPS 上半年 这个是去年上半年的EPS 你看这都衰退 这衰退很多 今年上半年是这样 去年上半年是这样 所以他之前真的跌一大段好 这个是预估的EPS 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像致远的部分 投信已经13% 其实我觉得要再大幅加码的机会少 今年上半年EPS 这个是去年上半年的EPS 本益比小说 你用七块来看 本益比大概50倍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的IC设计 这个地方来讲 确实本益比比较高的状况之下 因为你跟NVIDIA来做比较 你就会发现 确实有些是比较高 所以你反而要转向一些 本益比较低 投信一样有机会来 季底作账的一些类股 对 赵丽刚刚有提到 在季底的时候 投信有可能要开始结账了 所以要请教赵丽 有哪一些股票 有可能就会面临到 投信季底结账的一个卖押 那么有哪一些股票是可以续报 对 没错 我想假如持股比重 相对上来讲 投信真的比较高的 已经买了四 五个月 六 七个月这种持续买 然后最近开始在卖的股票 我想你要相对上来讲 要解码 所以是看持股比吗 对 看持股比的部分 还有他的目前的股价 距离他的买的平均成本 有多高 我觉得网通相对上来讲 是最有机会 既底往上拉抬的股票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益比相对上来讲 比较低 致翼 起肌 你可以发现 或者是中壘 其实最近的股价 基本上来讲 都非常的一个强势好 他们的持股比重 这个比较高 投信一下 其实要留意的就是0.4% 投信只有持有海滑0.4% 今天投信的部分 又去做加码的一个动作 基本面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致翼是人保集团 起肌是伪創集团 中壘基本上来讲 比较没有富爸爸的效应 海滑的部分来讲 其实大家比较不知道 它是什么集团 研滑集团跟合硕集团 这个不够大吗 这个其实非常的大 你看一下去年上半年EPS 其实为什么最近网通会涨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今年上半 其实都是成长的 跟去年比都是成长 对 都是成长的 对 你知道吗 好 你看一下 这个成长更多 这个从去年上半年 0.11到0.93 对 好 你看一下海滑的部分 其实它有 研滑跟合硕 大概持有43% 今年EPS来讲 有机会挑战3块钱 也跟英菲林 摩尔斯维电子 来进行 所谓的一个合作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种股票 相对比较有机会的 你看一下 你比如说像海滑好了 你有沒有发现 投信真的都在买 慢慢慢慢买 成本大概投信买的成本在这边 股价现在在这边 今天又买进 我觉得 这种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于 这些投信之前已经大买 搞不好会有结账压力 结账压力 搞不好会 这个他才刚刚买 刚开始买而已 怎么会结账 这个不太会结账 所以我觉得这种股票 太会过高 其实其他的大概都 过了这边的高点 所以我觉得是 蛮有机会的 好 刚刚赵立带我们看到了 马上9月底 在这个选股的一个部分 可以特别来留意 那么投信操作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注的是 很多人非常喜欢买的 这个高股息的ETF 在下个礼拜 有五档 是会相继的除息的 到底要怎么样去操作 可以既赚到股息 又可以一方面赚到价差 先休息一下 稍微了解